仔细看 女人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只见她缓缓走下了海 她这是要做什么 抱着婴儿的女人越走越深 直接弯腰潜入了水中 在水面上荡起一阵浪花 冰冷的海水中 竟然能清晰看见一条鱼尾巴 原来女人是一条人鱼 一条小人鱼从她怀里游了出来 而小人鱼很快就适应了 她跟着母亲一起畅游大海 就在不久前 一条凶残的人鱼出现在这片海域 它叫迪亚 迪亚想联合所有的人鱼族部落 计划消灭人类统治世界 而作为这边海域的人鱼族首领 莱恩想要阻止迪亚这种愚蠢的行为 避免她给人鱼族招来灭族之祸 但莱恩并不是迪亚的对手 她被迪亚打成重伤 幸好族人就吓了她 恢复后的莱恩开始了特训计划 她要变得更加强大 带领部落的族人阻止迪亚 另一边 某处房子内的孕妇似乎要开始生产了 此时的她已经出现了公缩 而同一时间 当当特训完的莱恩 竟然也感觉肚子传来阵痛 似乎他们之间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 为了缓解孕妇公缩产生的疼痛 女医师需要出去找药物 回到家后的莱恩越发感觉不对劲 疼痛是一阵阵的 一直痛个不停 人鱼的身体本来就很强壮 绝不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莱恩他们来到了一个牧场 这是一个特殊人群的聚集地 来到这里的人都拥有人鱼族血统 只不过他们不能化身人鱼 为了不让人类发现人鱼血统的秘密 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医疗团队 而此时 莱恩他们刚好遇见回来取药的女医师 她在给莱恩检查的时候 并没有发现有什么病症 却明显看见莱恩的子宫在收缩 但这是怀孕即将生产才会有的症状 而莱恩并没有怀孕 此时的女医师却震惊了 因为她知道 那个孕妇肚子里的孩子 正是莱恩当初错过的胚胎 为了培养一个纯人鱼血统的族人 女医师偷偷将胚胎植入了别人体内 现在的她终于明白 莱恩和即将降临的孩子之间有着某种关联 她将一切如是告知了莱恩后 就匆匆忙忙地跑了出去 莱恩开车尾随她来到了某处房子 而她也近距离感受到了自己的孩子 不久后 孩子顺利降临人间 而帮莱恩生了孩子的孕妇却脱离而亡 但莱恩却发现了异常 新出生的婴儿正在退化 她必须带着孩子返回海水 因而回到水中变成了一条小人鱼 她摆动着尾巴开心游了起来 而就在莱恩和孩子玩耍的同时 人鱼地亚已经开始联系其他人鱼族部落 而人鱼族之间的战争也即将来临